台湾总统选战明天登场之际 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活动也越来越活跃 台湾国防部最新通报 昨天侦查到五枚空飘气球 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创单日新高 其中一枚更是穿越台湾南部上空 进入东部太平洋 根据台湾国防部官网提供的 即时军事动态信息 这五枚空飘气球 是在凌晨四点开始被侦破 最后一个气球在晚上八点二十分消失 高度在一万八千到二万六千尺之间 过去两天 当局还侦破十架次的中国军机 和六艘中国军舰 持续盘旋在台海周边 台湾方面也动用任务机 军舰和暗制导弹系统 严密监控与应对 路透社引述台湾高阶官员的消息指出 不管明天谁当选 北京当局都可能在军事和经济上 向台湾新总统施压 并可能在三月后 在宝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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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宝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